喜欢河南 河南建业的球迷啊 可以到河南话结束去看一看 两路结束 同时为您服务 好 比赛正式开始 好球 漂亮 猎鸟 进去 打门 漂亮 漂亮 球进了 看这个球 看杜振宇 与猎鸟一配合 杜振宇过了对手的球员 两人打三个 这球 河南队这三个人太注重杜振宇这一侧的防守 看三个人都在看球 猎鸟都不看 这个也是给猎鸟一个忌讳 看猎鸟比较冷静 投进去直接一脚抖了一脚弧线 挂死脚破门 这个球可以看出来 河南电视队在防守上的一个问题 总觉得三个人打一个杜振宇还不行吗 哎 结果太转住足球的这个路线了啊 没有看审后这个人 这个怎么说呢 河南队现在也是 然后球还没有丢 哎 这时候传了过来 看这球 哇 这一段时间河南队打的不错 哎 这时候打到自己队员的手上 看这个球 看这个球 这有猜判有没有吹啊 这个 猜判没有理会 好球 漂亮 这时候打的质量非常高 环境漂亮 没有一位 把雷 把雷一路狂带啊 要不要爆射 漂亮 好球 这球打的有点正啊 这球以前要是把雷的话一脚 看这球 漂亮 哎呦 这球 差了一点啊 直接打 看这球 魏贤 魏贤 哎呀 还是被对手 供破了球门 球门会反一反那个录像 你看这个球 其实后点的三克 已经出在约位置上 但是 这个中间这一点的球 还没有约位 以红包找的点非常好 看这球 哎 这总来 一出来就漏了 孔门了 这球最后 由于这个 马克思 身高 比较高 这个 这个点强的也很准 最后 把这点进入空门 这个像极了 2012年的那场比赛 所以呢 太大队又犯这种毛病啊 到最后时刻 好 主赛办李军 吹强了全场比赛 结束烧紧 结果呢 太大队在零线一球 而且对手少一人的情况下 遗憾的 在 空门前五分钟被对手办 对手